看 结婚快两年 不知道始终是 矛盾就不断 就是每天都有矛盾 他对我现在也不怎么太好了 结婚之后就变很多 就每次到工资这个事 两个人吵得就非常不坏 就因为说每次开工资 我不知道钱跑哪去了 我就想又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 其实我感觉女人买东西天经地义 为什么不让我买 男人挣钱女人就是在家里花 都正常事啊 就是对我特别的不满意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 27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 有请陈先生 有请 女嘉宾 莎女士28岁 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护士 来 有请小莎 有请 欢迎啊 结婚两年了哈 对 对 有娃没 没有 今天谁要来的 我俩都想来 都想来 来干嘛 我俩认识一年 结婚快两年了 但是生活中吧 就有许多的小矛盾不断 就比如说他 有时候在家吃饭的时候就非常慢 那我吃饭慢 怎么得了呀 再说我胃不好 我消化不是什么特别好 所以说我必须得慢点吃啊 我做饭的时候就比较晚 而且那个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 完了每次呢 我吃完饭了呢 我先把我自己的碗洗了 他呢 吃完以后 把碗放在那儿了 走了 那我让你洗了吗 我也没让你洗啊 那你没让我洗 第二天早上碗还在那儿呢 那我后来我不也洗了吗 我没用你洗啊 再说了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胃疼的时候 我让你去给我买药 你怎么不给我买呢 我跟你买了 都在家里边 药盒里边都放着呢 再说你买那些药 根本我吃完了之后 我就感觉不熟 我说让你再出去再给我买药 要不你就不给我买了呀 还有特别能花钱 化妆品基本上就是 在桌子上摆一大堆 谁摆一大堆了 再说我每次买化妆品的时候 我都是快十万才买的呀 还有那你要这么说我的话 那你每年情节 怎么不送我花呢 这结婚都快两年了 买花也是可能说 年轻人说是买花 但是我这属于那种 我就爱过日子说说 比如说买花浪费钱的 今天要是买点饭做点菜 可家里自己 在家里过得挺好 你们家是不是都你做菜啊 基本上吧 关键是那你每次 你应酬的时候 我一打电话催你 你还不愿意 我每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都是在领导跟前 每次他一打电话了 正好是我们快吃饭 刚吃饭的时候 刚吃饭的时候 我今天我跟领导说 我说厨师接个电话 我厨师一趟 告诉了 我说我得晚点回去 就是第二遍害打 没完没了 那我打 我不是关心你吗 还有一个是他跟女同事 吃饭的时候 不告诉我 他说他回娘家了 我每次给我丈母娘 跟我老丈人打电话 我说他是回家吃饭去了吗 我那个 我丈母 我岳父跟我说 没有啊 不是 我就不怕你那再多想吗 因为我同事男男女女都有 所以我说我怕你再多想吗 那还有一个 家里还有一个事呢 你说我在客厅抽烟 我什么时候在客厅抽烟了 你怎么没吸烟呢 烟味还特别大 你不知道我有病吗 那每次我是在客厅 因为我每次要工作时 我要赶搞 我跟他说 我说我说 我给客厅抽烟 你就进入主卧吧 完了让他回主卧了 我说要你顺便把门关上 完了他也不关门 你关上之后 那个烟味不会进的吗 那家里有空调 再说了 开个空调 开个窗户 他那晚上也不能这么冷 再说现在是冬天 你让人开窗 你让我都感冒了 还有啥事啊 两位 咱也就是他说 有时候他说我不刮胡子 啊 说我不刮胡子 对 因为正常男人 都一到两天刮一次 你是四到五天刮一次 我每次不上班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正式会议的时候 因为领导都不在 我们可以随便 我可以想刮就刮 因为不上班 我不可能那么讲究 但是我感觉男人 要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话 不刮胡 我感觉闲得特别脏 那你要说我脏的话 那家里边的衣服 有时候基本上都快挪一个星期了 我告诉你洗 你怎么不洗 我怎么没洗呢 我不插空就洗了吗 一个星期洗一次 反正有时候一个星期 我也洗两次 插着有空的时候 我工作不也忙吗 也倒夜班吗 你倒夜班 每次你下班的时候 都逼我走 你四点多以后就下班了 我呢 我每天到七点 或者是再晚点 有时就八点 再加点 我感觉你太不体谅人了 你知道做一名护士的话 一天下来的话也挺累的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还总去上网呢 打网游的 我每次上网 我跟他说了 我说那个 因为单位吧 他有时候赶那稿 他还怕我给家出烟 我洗 那实在不行 我就出去上网吧 跟我妈整吧 跟我妈整完了以后呢 回来的 回来的也比较晚 完蛋就说我上网 上的时间长 那你本来就是啊 再说第二天还得上班 我得注意休息 那你这个东西 你上的时间也得有限的 不能说一直上啊 二十 二十七 什么时候要吧 觉得应该是 睡觉先稳定一些 要不没睡觉 现在最不稳定的是什么 应该我们那个 最不稳定的话 就是这个工作的一个 因为我俩发修 有时候发修都比较大 月光 差不多 差不多 什么时候想要玩啊 我想在那个 就是感觉着自己 就是能控制住 不达到那个月光族的 那个状态以后 要不然的话 孩子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 夫妻双方是一致的啊 对 我们条件再好一点 对 这不是挺幸福的吗 哪家夫妻不为这点破事吵啊 你们到底怎么 吵完之后还理对方吗 有时候打过冷战 吵完之后就不再理对方了 你基本上就是有个 因为我是 我身为难的 也不可能动手 可能说是走 要不就是 自己出去出生分剂 要不就是 我自己走了 你指的出去和走了 是只离开家吗 基本上就是 有时候离开家的 明白了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很多的琐事 夫妻争吵 但是还好 一对年轻人觉得说 我们这争吵可能不是为事 对 所以想调整 对吧 对 好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给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二位好 就是我很少能看到 一对情侣 结婚之后 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 生活当中 对于彼此 斤斤计较到如此地步 在你们的身上 基本上看不到 对于对方的那份包容 因为爱 对于对方的那份理解 因为爱 对于对方的那份 我干吧 你不要干了 你辛苦了 那份支持和呵护 就为什么看不到呢 我们虽然说 就是婚前婚后 两个人都会有 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 责任呢 问题呢 原因呢 老公为什么没有 像初恋的时候 或者像恋爱期间 对你那么的好了 难道只是因为 他善变吗 跟你的自我管理 你的 你的平时的 这种日常表现 你的魅力的 魅力直线下滑 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也发现 不是所有的老公 结婚之后 都变得很糟糕 或者是假面具一丝 不是的 也有很多结婚之后 比结婚之前 还更加疼爱自己的老婆 一大有人在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变呢 那反过来 我觉得男孩也是要检讨 对不对 为什么结婚之后 老婆变得斤斤计较 那是不是你某些地方不对了 你是不是还要 像结婚之前 要保持一些东西啊 而且你是男人 对吧 因为感情的事 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 但是男女之间 男人其实有的时候 应该多承担一点 多站出来 多主动一点 多低头一点 关上门 幸福生活 自己体验 这比什么都强嘛 不要太斤斤计较 计较有的时候 是女孩的专利 如果你珍惜爱她 希望跟她走得远 就把自尊放下 辛苦一点 没关系 对不对 好 好 谢谢 谢谢雨冬 珊娜老师 结婚就是两个相爱的人 在一起 相互忍耐 相互照顾彼此 所以你们两个人 现在缺乏的是 相互忍耐对方 当然在谈恋爱的时候 大家都有那种的激情在 觉得 我为了你忍一忍让一让 我为了你 我退一步 都OK 可是结婚了以后 男生就觉得 已经都到手了 女生也觉得 反正都嫁给你了 我就 一定要争取我的权益 在这个家当中 谁都想当这个家 做主的那个人 所以呢 你 两个人都会你争夺夺 你要听我的 不行 你得听我的 在婚姻生活当中 没有谁是一定占主导权的 夫妻就是协同作战 两个人商量着来 如果学不会忍耐 学不会协商的话 那迟早 婚姻会亮起红灯 在这我要想说 多说女方一点 就是 有的时候太咄咄逼人的话 会给自己僵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就是你知道 你们两个人的吵架 就是那种 无理取闹型的吵架 而且吵架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 不是发泄情绪和耍小孩子脾气的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好好的相爱的话 先学会好好的吵架 男生这边我奉劝你的是 结婚前什么样 结婚后请你做到70%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你结婚前就不要做得那么晚 要不然的话 你结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极度的转变 对女方来说肯定是接受不了 所以总归一句话 相互忍耐 相互包容 婚姻才能继续地往下走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莎达老师 来 图老师 都说最好的婚姻 再好的婚姻 她也会有几十次分手的想法 离婚的念头 和数千次 想要恰死对方的冲动 但是很多人选择了忍 我一忍再忍 这种忍是一种主动的 不要渴望去改变你的爱人 那些所谓的习惯 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吗 事实证明很多 结了几十年金婚的夫妻 对方身上的那些秉性 一辈子都改不掉 但是虽然改不掉 但有些人会有一点敬畏 就比如说 如果你身上有一个缺点 你改是改不掉的 但是你为了让对方舒服 你会有点不好意思 或者假装地糊弄那么两下 那说明你内心在乎 你们连现在糊弄对方 都不愿意糊弄了 你们俩还在一起干什么呢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有 就爱一个人 是一边忍耐着 又一边宠爱着 就比如说 你说他吃饭慢 对不对 每天嘴里念念叨叨地说 你吃饭慢 吃饭慢 吃饭慢 念着念着念着 等到吃完了 你还是把碗给收拾 这叫爱 每天说他一天到晚 网购网购网购 花那么多钱 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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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叨着念叨着 又把他购物车里的东西给清空了 这就是爱 只有第三者或者是旁观者 才会一昧地去指责 但只有爱人在一边说着 一边又帮他完成了 这是真实的人性 谁家里不是这样 一边说着我们家那死鬼 又喝酒去了 等他回家之后 倒热茶 敷热毛巾 换好拖鞋 这就是爱 只有爱人会在两难的过程当中 选择付出 嘴里面的念念叨叨 那是一种发泄 但是在发泄的同时 还是以关爱着对方的方式来包容这些缺点 那就是爱 这就是生活的本来 所以如果你们只知道指责 指责过后 不能够去承受 那就不要在一起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明白吗 就这样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杜老师 听懂了 以后陪他吃饭吧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说是这么说 包容什么 人们俩有一个下班之后 能够坐在一起 共同待两个小时的那种爱好吗 你们回家去找找 如果你们真有 天天都有那两个小时的话 你们不会这么吵 还得找 还是有方法 其他都不说了 我觉得两个人还是积极向上的 我们想改这个婚姻 千万不要做两面人 一边说我们想这个婚姻幸福 我们来这了 一边真的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们还是恢复以前那个状态 好好地把你们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堂真情六十秒 我俩其实结婚算两年了 经过了很多风雨 有可能说 我这人可能说太相信 也有可能说 对他可能说不太好 希望就是如果说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这些 不能容忍地喝 不能看得开的一个小毛病 改掉 绝对他好 因为我也想要被包着 不想说今天回去 每天看着一张冷冰冰的脸 希望我以后工作时候 能多包容我一起 你说的话呢 我也会深思一下 我以后也看看 我会改了我的毛病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相连一年 结婚两年 所有的外人看起来 全是生活里面的琐事 老师们点出了问题的所在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看看他们 怎么再次相见的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生你想好了才出来的 你想的啥你能告诉我呢 我还是就是 以后把我的毛病赶一赶 你啥毛病 就是不能抱着我 男生你啥毛病 多让着她 多让着她 来 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过就好好过吧 开开心心 祝你们幸福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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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